OK 那我使用...OK 那我使用這根能量燈棒...OK 那我使用這根YCO年的能量燈棒已經快要一個月了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我...OK 那我們使用一支...OK 那我們使用這支YCO年的能量燈棒差不多一個月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那我差不多使用這支...那我差不多使用這支YCO年的能量燈棒一個月了 那我們就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如果照射的話 像是燈棒我們就可以用橫的方式來照射我們的主體跟直的方式來... 那我已經使用這個YCO年的能量燈棒快要一個月了 我們就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我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呢 我們照射的部分 我覺得它照射主體值... 那我已經使用這個能量... 那我已經...那我已經使用這個YCO年的能量燈棒快要一個月了 我們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呢 照射的方式 如果你要直接照射你的被射物的話 你橫的擺 更直的擺 可以改變你的光值 你橫的擺 看起來會讓光線更加柔和 那你直擺... 不是更加... 那我已經使用這個YCO年的能量燈棒 我已經使用這個YCO年的能量燈棒已經快要一個月了 我們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呢 就是如果我們燈棒直接照射被射物 就是你要拍攝的東西的話 你橫的擺 更直的擺 你可以輕鬆的改變光值 這是只有光... 光... 那這個... 那這個YCO年的能量燈棒我已經使用快要一個月了 我們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直接照射被射物的時候 我們直的擺 更橫的擺 我們可以輕鬆的改變光值 這是只有燈棒可以辦到的事情 其他的像是口袋燈啊 或是小燈 是沒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 橫的擺 直的擺 可以輕鬆的改變光值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自己最喜歡使用這個燈棒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地上 那我自己最喜歡使用這個能量燈棒的方式是把它放在地上 然後來照射牆面 讓牆面有另外一種風格 就是你想要呈現的顏色風格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使用方式就是把這個能量燈棒放在地上 然後來照射牆壁 第一就是它可以調整角度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的照射到牆面 不會照射到你想要拍攝的物體 或者是你想要讓有一點光線照到拍攝物體 都可以輕鬆做調整 第二就是它的照射面積非常非常廣 所以很輕鬆的就可以照整面牆壁 而且是 那我自己非常喜歡用這個燈棒來照 那我自己 那我自己最喜歡使 那我自己最喜歡這個燈棒的使用方法就是把它放在地上 然後來照射牆壁 第一就是它可以角度調整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使用這個能量燈棒的方式是放在地上 把它照射牆壁 讓牆壁有增加不同的顏色風格在上面 那第一就是它可以調整角度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的讓光只照到牆壁 而不會照射到我們不想要照射到的地方 第二就是它的照射面積非常非常廣 很輕鬆的就可以填滿整面牆壁 那這根燈棒 那這根燈棒也非常適合出現在畫面中 那這根燈棒也非常適合直接出現在畫面中 那這根燈棒也非常適合直接出現在畫面當中 因為它前面這個柔光等級還蠻強的 所以你不會看到一顆一顆的燈珠在裡面 不像其他的品牌有些柔光等級比較弱的 你就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燈珠非常非常的醜 那這個看起來就是超漂亮